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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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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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可能经常会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也才刚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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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原始 李宗盛 老爸和门人 他们的欢乐 平常 平常少有外地的人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让大家印象 李宗盛 在这一期的节目 当中 老爸门人 老爸门人 除了照顶 除了照顶老爸们的生意 还有人贴心地送来一些小礼物 特别兴奢人 老爸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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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小朋友 老爸门人都说小朋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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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要看比较要紧 其实早在第一季爸爸去哪儿的热播 就在台湾地区造成不小的影响力 台湾的观众朋友也很喜爱这个节目 这次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剧组 来到台湾实际拍摄 除了吸引大量的粉丝去现场观看 当地的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个节目它在大陆获得了很好的收视率 很高的美誉度 很好的反响 所以可以到台湾这边来取景 然后把台湾一些很美丽的景色 很全普的民情介绍给大陆的民众知道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它节目那种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不只是好笑 我觉得好笑的部分也是蛮多 然后也蛮温馨的 所以我觉得剪这个节目 其实我还蛮喜欢做这个节目的 这节目收视算是很好的 在我们同时段待前两名 那包括我们自己在脸书上有做一些 这个po文留言的活动 那基本上只要有关爸爸的文章po上去 或照片po上去 基本上按赞数都是很高的 留言数也是很多 这个节目在台湾也是很受到欢迎 在重温了爸爸去哪儿第七站台湾花莲的故事后 星霸萌娃的旅程仍在继续 最后一站 他们将来到有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之称的新西兰 这一次又会有怎样惊险刺激的任务 在等待着他们呢 下周晚十二点 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 为您独家讲述 老爸 老爸 我们去哪里呀 有我在酒店不怕一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陪你开日出 跟他一起开 water 跟他一起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